台国大典 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只有六位出席 四位居然没有参加开国大典这样隆重的纪念仪式 话说1949年10月1日下午 毛主席首拿讲稿在天安门城楼对外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我们通过后来的照片可以发现 当时出现开国大典的十大元帅有朱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